九龍東一棟公屋在接近午夜時分 多個不同樓層的單位 突然發出閃爍的紅光 氣氛十分詭異 究竟今次公屋的神秘紅色閃光事件 真相又是怎樣呢 今集《善非解密》自有分曉 此外在片尾的X檔案 還會介紹一張經驗證過的鬼吸塵照片 敬請留意 在本月6月10號凌晨時分 連燈討論過一名網民 說見到對面公屋 有幾層樓的燈不斷閃 還要是紅色 他形容當時情況是 沒有警鐘、沒有異陽 連續幾個單位的室內燈 幾層不斷閃 還要是紅色的燈 是不是有些神秘事發生 細絲極恐 有沒有人可以解答 我怕今晚睡不著 樓主最初 貼出他即時拍到的幾張照片 一些網民就提出不同的解釋 包括有人說是神台燈 有人說可能是在拍戲 也有人說可能是在開派對 更有人棄證可能是一流一做生意 還叫樓主過去按鐘仔 confirm一下 還有網民提出 有沒有可能是 有人在公屋中大麻的可能性 但是始終沒有一個答案令人信服 於是開始就有網民認為是跟靈異鬼怪事件有關 包括可能是回魂夜的鬼異閃光 更加有人提出可能是一些神秘組織 利用公屋不同單位的閃光 發出含有神秘訊息的密碼 還和當年蘋果廣告製作公司的煙花廣告神秘事件 相提並論 樓主和一些網民都覺得事件非常恐怖 還說看完照片搞到現在睡不著 更有網民貼出 標同上身互體的GIF 動態圖離驅邪 當樓主上載影片的時候 網民就更加轟動 就影片所見 這一棟公屋大約有七至八個單位 不停在窗戶發出紅色的閃光 影片上載之後 有人說好害怕呀媽咪 也都有人說看完照片好不安 是不是太廢了 快點找人解答吧 不好意思剛才受到訊號光擾 現在繼續解開公屋紅燈亂閃之謎 果然開始有網上神探 找到較可信的答案 原來是房屋處為一些聽障的住戶 安裝了一些火警閃燈 當有火警或其他危急事件發生的時候 這些連接中央火警警報系統的火警閃燈 就會閃出紅光 讓些聽不到警報聲的聽障人士或龍人 只對有火警或緊急事件發生 而要盡快離開現場逃命 而這次事件並無真正發生火警 並無發出警報聲 有可能是這個火警閃燈系統 發生一些毛病 導致不閃 就好像一些警鐘誤明 而因為發生在午夜時分 一些未見過火警閃燈閃燼的居民 就會覺得好奇怪 造成今次鬼異公屋紅燈亂閃的事件 房屋處只是在近年才唯有需要的住戶 安裝這些火警閃燈的系統 根據資料 公屋單位在2018年之前 並無這些安裝在單位裏面的火警閃燈 只會為一些聽障的住戶 安裝一些門鐘的閃燈 讓他們知道有人按他們的門鐘 在2018年6月底 西環觀龍樓發生火災 有龍人住戶 因為聽不到火警中的警報聲 和鄰居的通知 在火警發生之後兩小時 才知道自己層樓火燭 自己曾經身陷險境 再次揭示公屋缺乏協助龍人逃生的設備 全港大約有15萬名聽障人士 其中6萬名就是住在公屋裏面 於是一些龍人團體 就多次向政府表達要為龍人住所 安裝火警閃燈的訴求 房委會和消防署研究過之後 就在2018年8月 首先在葵聰區一個公屋單位 試行安裝這個視障警報系統 由於試行計劃成效理想 房委會就在2020年 在剋下的住戶單位為聽障人士 安裝視障警報系統 根據今年3月份的資料 房署在49個公屋裏面 一共有超過71個單位 免費安裝了火警視障警報系統 即俗稱火警閃燈 不過聽障的公屋住戶 數以萬計 這個警報系統在4年來 由測試至推出 都只為超過70個聽障住戶 安裝了這個系統 那是不是真的太少呢 其他數以萬計 未安裝這個系統的聽障住戶 和更多住在4樓的聽障人士 他們又有什麼辦法 在火警期間保障自己的安全呢 他們就唯有自然購買一些 專為聽障人士設計的 煙霧警報器 有些煙霧警報器 除了會發出閃光之外 還會連接一個震動器 可以放在枕頭底 聽障人士就算睡了覺 看不到警報器的閃光 亦都可以感受到震動器的震動 因而驚醒 而作出走火警的警覺 不過煙霧警報器 只是偵察到一些近距離的煙霧和火警 始終沒有中央警報系統 可以預先 向整個樓宇的住戶發出警報那麼安全 希望防委會 加快這個視覺警報系統的推廣 令更多聽障住戶受惠 而且亦都可以令到更多其他居民 認識到這些閃光 是火警警報系統的閃光 這樣就不會像這次事件 令到網民大驚小怪 甚至又可能令人錯過了 警報發出之後的黃金時間 爭取救人和逃命的機會 美國加州一名公司總裁 有一晚在他的辦公室做事的時候 聽到房外面有吸塵機開動的聲音 他估計是清潔工人在吸塵 於是探頭望一望外面 竟然見到是一隻透明的鬼魂 正在推動著一架吸塵機 於是這名總裁 就回到位置 拿出一部拍照機 但那隻鬼魂經過門口的時候 就拍了這張鬼魂吸塵的照片 這張照片 經美國攝影學會會長 一番科學測試之後 認為這張照片是真的 並無欺騙成份 其後這名總裁 向當地一所大學的心靈學系求助 因為他想知道 他見到的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心靈學系主任表示 他們每年接到數以千計所謂見鬼的報告 但是這名總裁的照片 最特別的地方就是這隻鬼 是總裁辦公室的活動 是一種持久而規律的活動 後來這名總裁和他的助手 在他大廈前面一幅草地 掘捕一座因底安人的墳墓 心靈學系主任指出 這個墳墓就解釋了 為什麼辦公室晚上有鬼魂活動 他認為那裏有四隻鬼 嘗試保持他們墳墓的整潔 他們的工作包括打塑垃圾 吸塵和清潔窗門 咦 有幾隻鬼幫你清潔 真是順不順由你了 這一段奇聞展報已經收錄在 善非X檔案裏面 只要加入善非解密patreon 就可以看到這些獨家收藏的X檔案 大家好我是善非 敬請支持本頻道的高質解密製作 現在只要在影片下面 按一按個超級感謝按鈕 Super thanks 就可以作出單次性的打賞 此外也歡迎點讚留言分享 有助提高本頻道在YouTube的曝光率 有空的話請看廣告 又或者加入善非解密patreon 就可以解鎖所有私密財蛋 以及瀏覽資料豐富的善非X檔案 知道更多神秘解密資訊